港西國小學生帶來精湛的扯鈴表演 要展現出校校特色 來賓是不是掌聲鼓勵一下 見證這個感動的時刻 坐在台下的愛心團體企業 包括北市中區福人社大日開發公司 從105年開始共同推動太陽早餐計畫 今年將這份愛心轉為希望工程 捐贈港西國小課後輔導延長照顧計畫 總經費15萬元 希望讓孩子們有更好的學習機會 為了這個計畫 我們特別向我們的地區3481申請 那也通過了 那代表說這個服務計畫 是小朋友的課後輔導的延長計畫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小朋友他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那教育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我覺得在我們福人社 福人人呢 是要有這種超我服務的一個貢獻 那我覺得這個教育 教育的一個服務計畫 是值得我們投入跟貢獻的 2016年開始 因為我們在基隆有一些發展 那我們就想說可以藉由我們的一個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來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所以我們就跟著社團 一起來為我們基隆地區的一個弱勢孩童 貧困孩童做一個服務 那我們想到就是希望讓孩童 在每天念書之餘 他不要去擔心他每日的一個早餐 所以我們就從2016年 做到現在有將近8年的一個時間 那後來呢 港西國小的校長跟我們說 他已經有找到相關的一個早餐的預算 但是我們這些的社團還有公司呢 我們不希望將關懷社會的這一份心停止 所以我們在進一步跟港西校長的討論之下 我們希望將這樣的一個經費 我們繼續加碼到 課業輔導活動的一個照顧計畫 因為我們認為呢 最重要的除了是孩童的這個早餐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他未來的一個教育 基隆市在我們歷屆的市長的努力下 午餐已經得到解決 但是早餐怎麼辦呢 所以國際福倫 三十八一地區的中區福倫社 就承接了我們的太陽計畫 持續的幫助我們基隆弱勢的孩子 擁有健康的早餐 這就是我們國際福倫作為在地土地工的長期貢獻 過去七年太陽早餐計畫幫助偏遠地區孩子 早餐能夠吃飽不用餓肚子 前任及現任港西國橋校長特別出席客戶輔導 照顧計畫捐贈一事 感謝出手幫助的企業和社團 從早上的太陽早餐開始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同門自己去買早餐 後來經過大日開發捐贈了太陽早餐之後 學校也有廚房 於是我們就採買食材 來進行學生的早餐的供應 讓孩子在求學之餘 沒有早餐的後顧之憂 所以也提供孩子固定營養的來源 這樣一下子就連續了好幾年的時間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大日開發 可以再繼續挹注這個港西國橋 我們希望說在未來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經費 在課程輔導的部分 其實這個對偏鄉的小學 或是對市區的小學來講 小型學校非常需要這樣的一份資源 確實在這個部分的挹注 讓學生在課業的部分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政府資源有限 民間力量無窮 太陽早餐捐贈單位 也希望拋磚引玉 有更多企業社團加入 一起關懷孩子 讓他們快樂學習 記者黃少鳴介紹報導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 李宗盛